有华美银行冠名的华美银行城市儿童绘画比赛 以我梦想的工作为主题 得到学生家长、中文学校、美术学校的大力推荐和支持 共有500多位儿童少年参加了这次比赛 这次比赛依年龄分四个组 鼓励儿童少年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 用绘画来画出未来的梦想 表达小小年纪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 儿童少年的画作稚气可爱 又充满童趣 未来的画家将在他们当中诞生 过去16年来一直支持城市宝宝 还有这个绘画比赛呢 看着很多的小朋友成长 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那么很多当年的baby呢都变成了大朋友 那现在呢大朋友呢又开始 像今年的主题是我梦想的工作 也让他们开始想想将来山镇长大以后呢 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专业 当天评审老师包括杨建立、季兴华、婉月等人 以及英龙传媒总经理林舒婷 英龙传媒董事长苏彦涛等人 分别给各组的优胜者和一二三等奖 帮发了奖牌证书 优秀作品还将在城市杂志 新名晚报美国版展示 这样每次评选呢 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孩子们学习的过程 跟小画家求告的过程 孩子们呢天真、活泊、灿烂、浪漫 这种思想表达的非常的完整 非常的完美 他们用他们非常天真 他们非常纯智的一个笔触呢 来表达出他们在心目中未来的工作 那么我们这些裁判呢 在现场呢 看的都是惊喜连连啊 看到了一些个纯真无邪的心灵 画出来的这些作品 我觉得将来大师肯定从他们里边 能走出来 我祝福他们 是吧 用他们的这个想象力 既陶冶了自己 又给世界呢 带来了美好的事情 环球东方记者 吕玉冲 洛杉矶采访报道